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官之欲是一种障碍 它蒙盖了心 也削弱了智慧 憎恨 懒散怠惰 烦躁不安和疑惑也是障碍 它们蒙盖了心 也削弱了智慧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来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有智者说 所有的障碍都是无价的财富 所有的失败都是智慧的老师 所有的逆境都是幸福的开始 人性要透过长时间的对人生及生命的反省 改革洋气 并且在待人处世的过程中 长期培养翠莲 才稍有转化成形 趋于愿手的可能 修心 就是要让心习惯两种菩提心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而愿成佛 这种慈悲心的世俗菩提心 以及证悟空性的圣意菩提心 当你放下偏见 就会知道 硬把人分成敌友是错的 就像画壁画浅 要先将墙壁抹匀 种植之前要先整地 培养真正的平等心 就像再为大爱之道打笔鸡 一个人 如果不能打从内心里面 去原谅别人 那他也就永远不会有 心安理得的自在 心中装满着自己看法与想法的人 将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想要告诫他人时 应先自我反省 我是否在修习身体和语言上的清静 我是否已完美无缺 为细无一地 修成了身体和语言上的清静呢 这些素质是否已在我身上显露出来呢 若答案是否定的 他人必定会说 去修习你自己的德行和语言吧 张家大师指点佛法的入门是 看得破放得下 从哪里下手 从不失 因为使我们生起痛苦烦恼的 并非无常本身 而是我们对无常的拒绝接受 和执着世间世常的错误认知 佛陀的教法 一方面认为 未调伏的心境等于苦 另一方面认为 以调伏的心境等于乐和解脱 有时我们常怪别人 不听自己的话 其实自己何尝听自己的话 最不听自己的话的人 就是自己 聪明人得失心中 聪明人得失心中 能舍就能得 得到无限的快乐 学佛而能够深刻理解到 学佛的根本义趣 进而感觉到非学佛不可 有这种坚强的信念 才能真正走向学佛之路 而不是在佛门边缘斜脚 或者走入歧途 修行是不随顺动念的 工作中专注学习 不胡思乱想 学习替别人想 不畏自己 命运中没有偶然 一个人遇到顺境逆境 完全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 要修忍辱波罗蜜 尽可能用转念来平息怒气 和对他人的恶意 那是菩提心的敌人 其实生气 大多是自找的 但我们却老是想要 说些什么 或者做些什么 来教训别人 以为这样就会少生点气 快乐来自内心的力量 并非由外界的事物所足用 成功会带来短暂的兴奋 与愉悦 悲剧也会将我们 推入绝望的深渊 但迟早我们的内心 还是会回到原点 追求的还是单纯的快乐 一个人会觉得不快乐 是因为我们认为 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焦点 只有我们自己 在忍受难以言喻的土 亲密关系的基本概念 就是打开心胸 从众生平等的观念出发 乐意与其他人 家人 朋友 甚至陌生人 真诚的沟通 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我们会用慈悲的心 来看待人世间 而不是用抵对 与自私的心态 来对待别人 我们会活得更轻松 更有信心 更快乐 一个人 如果想要建立一种 彼此满足的两心关系 最好 能深入了解 对方的天性如何 然后从他的本性 与他建立起关系 而不是由他的表象 建立起肤浅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真正的慈悲心 就会派上用场了 满足来自与佛法相应的心 如果你依随此心 这自有的心 别人的批评 也不会打扰到你 伤害不到你的慈悲 所以 那个人的不喜欢 不顾恩 所伤害到的 是我们的贪着 是既往回报的我 不为痛苦而烦恼 一步执着快乐的人 能无外地修持佛法 解脱苦乐 抵达无忧之陈 学佛人不持别解脱戒 是不可能的 行者若缺此 便只是一个 学佛人的静影而已 缺乏修行的基础 极非真实的修行 忍辱的定义 不是拼命地忍耐虚辱 而是指 即使在受辱的情况下 也能保持内心的和谐 感觉与平衡 爱是本性状态 所散发的芬芳 即使你是单独一人 你也会被爱的能量包围 不管对谁 爱的状态是没有指向的 如果你怀着利益 一切友情的心念吃东西 盘子里有越多食物 你吃了越大堆的东西 就累积越多善业 每吃一口 就积聚好如虚空的功德 你吃越久 生活就变得越富足 越有意义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佛陀说 人在此世之间 杀害其他生物 即使会招来幸福 这种幸福 也不是有慈悲的贤者 所该要的 文思修的结合 与保持均衡发展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把修行 和自身的行为连在一起 婆法中常说 你是自己的主宰 没有你办不到的事 要真正去深入精脏 现代的人 看经书都意思意思 这样不会成长 真理也就是空 一个五蕴皆空的人 是不生烦恼的 事物自身 若远离思维所区别出来的本体 即是空 倘若我们对事物 不起区别 而就其本质 来理解它的空性 则所有的东西 就其空性而言 都是平等的议题 不像是最合适的所缘禁 能产生强大的念力 减少妄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智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识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启任世尊 师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识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 共12311次 新逢药师佛圣诞 慈悲至夜花莲分会 旗见药师法会 日期11月12日至11月19日 12到13日上午9点开始 14到16下午1点半开始 恭送药师刘立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恭请法务指导神众共同领众 18日早上9点开始 传授八观摘戒 下午1点半开始 佛学讲座 恭请赞江法师主讲 19日药师法会圆满日 礼拜药师宝灿 大甘露师时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主法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欢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恶行呈一百万倍 佛教慈悲至夜 年度共生 护身总会相 12月28日星期四 欣逢阿弥陀佛圣诞前夕 举办精进佛医 早上9点开始 恭请广乎法师 及法务指导神众 共同领众 12月29日星期五 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上午9点开始 恭请心意法师 柜台法师 广乎法师 共同主法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医共同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秋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请不吝点赞 订借 请问取与据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要认出轮回的痛苦是二元分别的心 了解它的徒劳无益 并离于对世俗追求的冲动 借由将自信转离轮回 你就得到了什么都不需要的自由 因此了悟没有要取聚的失误 即是让取聚自然消融的要诀 请问念与无念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念是沉思与深思 无念是没有意念活动 保持如此而让念头的来去自行消融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不论生起何种念头 既不要排斥它 也不要修改它 反之 让它自然消退 离于意念的造作戏论 由于它不具实体 因此也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称为将念头带向无念的要诀 请问作为因的福德之良 与作为果的智慧之良 两者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因福德之良是指升起次第 持咒与永诵 礼敬与供养时子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等等 果 智慧之良 是指在空性自信中修持禅定与会观 不论你修什么 圆满福德已作为会果的要诀 是以毫无能锁 与所作的概念想法 而将其封印 请问直与观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指是当念头活动完全消退 而你的注意力仍保持不动 观是你在当下清晰看见法性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在你安顿而入于平等性中之后 你清晰地在所见与所想的一切之中 体验到空性 事物的本性 这就称为了物 这就称为了物 只观无二无别的要诀 在你安顶 在你安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